三妹说亮话 欢迎大家准时锁定 关注我们的子评和主评的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请到了已经收拾好行囊 即将启程赴北京的亮哥 亮哥午安 早安 那个我们网友知道吗 会不会今天没有人在看 知道 昨天就已经宣布了 OK 我明天一大早六点就要出门了 早班机要六点 OK好 这个今天 事实上我们机场要提前两个小时到嘛 那航班是 对啊 九点钟就要七点到 不是你四点钟 凌晨四点钟就要去机场了啊 啊 啊 我说亮哥凌晨四点就要去机场啊 你说要提前两小时 飞机如果是九点 ne要七点到 哦哦哦哦哦哦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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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如果加到机场要四十几分钟啊 提前住亮哥啊大陆行收获满满到时候多多给我们发照片分享一下啊 好 今天抓住亮哥一个小时 好好来给亮哥一些重磅的话题 首先第一个 必须必须要放到头条讲的就是 在上周末莫斯科是遭遇了20年来最严重的恐袭 我相信大家的细节都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 包括有说恐怖分子在袭击当中是使用了这个自动式步枪啊 这些武器 而且用易燃的这个液体来纵火 所以当时他们发现很多尸体呢 其实都是窒息而亡的 而且都是躲在厕所的地方 根本出不来 对于普京刚刚开始的新任期来说 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大的挑衅和下马威 但是普京和俄罗斯现在的官方表态是什么呢 就是乌克兰提供的庇护 美国你帮乌克兰说话 就是在不断的提供正利说是乌克兰搞的 但是他只字就没有提犯案的 ISIS 呼罗山伊斯兰国 包括现在已经看到了这个 ISIS不爽啊 说明明就是我做的 你丝毫都不提我 于是他公布了第一视角 枪击屠杀的画面 宣誓一味非常浓厚 我想请教一下亮哥 呃既然都ISIS非常的着急 因为他感觉普京是没有重视他的 矛头直接对准乌克兰 ISIS急着认领 你觉得是在不在为美国背锅 因为大陆有媒体去分析哦 他说这次作案的手法很缜密 比如说枪手抵达现场的车都被布置了鬼雷 枪手逃离之后呢 乘坐的第一辆车也被布置了鬼雷 而且整个过程是极度冷静的 从杀戮再到离开极其从容 和之前ISIS那种独狼袭击完全不一样 所以亮哥以您的推断来看 究竟是个别就是恐怖袭击的作案 还是中亚的某些势力 还是乌克兰或者是美国呢 我这个事情的疑点非常多了 第一个就是IS以前作案 做完案就跑了真的不多见 大概只有那个伊朗苏莱曼尼那一次 那个比较明显就是丢了那个垃圾 在垃圾桶丢炸弹然后人就跑 那这次在你绑架歌剧院 你也没有看到他提出政治诉求啊 因为一般如果是IS 他总有政治诉求会讲吧 那现场你比如说你会拉开布条啦 或者是有一些政治的符号啦 或者是穿全黑的衣服啦 都没有看到 而且他来现场的目的就是杀人 那杀人杀完人 而且是尽可能的杀人 比如说你刚刚讲到厕所 厕所里面死了28个人啊 都是呛死的 那就是杀完人然后迅速逃跑 那逃逸的方向也很诡异啊 这跑往那个乌克兰的方向 哎对 啊这个就是因为那个地方 至少距离乌克兰还蛮有距离的啦 嗯 那为什么你会一直往那个方向跑 那给人家感觉就是 是不是有安全屋的安排啦 然后协助你越境啊 逃走 这个当然还要有待事实的厘清啊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通常你涉案之后可能会在 俄罗斯的一些荒郊野外先躲起来吧 哦是 比较快嘛 嗯 那看几天没动静了再跑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方式 而且没有政治诉求啊 我们一般讲 如果你是作为一个 恐怖主义的政治运动 你会有诉求的 比如说2002年 那个车臣的一些武装分子 绑架了莫斯科的歌剧院 他们第一时间就提出诉求啊 然后他绑人职是为了做交易 那后来我们知道嘛 就是莫斯科的特种部队啊 就俄罗斯的特种部队 就直接用神经毒气把他们全杀了嘛 对不对 是 嗯 可是基本上就是 我们一般看这个政治团体都承认 然后会表达他的诉求 或者会说 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报复啊 比如说伊朗那个苏莱曼尼群众集结那个场啊 事实上这一个场 后来也发现是IS的激进的 顺尼派分子干啊 嗯 那他跟伊朗本来就在交战之中啊 那这个ISISK啊 我们这个克罗山这个系统 坦白说跟俄罗斯的交战状态早就没了啊 因为这个团体他在介于伊朗 阿富汗土库曼那一带嘛 那当然有一些中亚人有参与啦 那甚至 甚至还有那个维吾尔人的激进派也有参与 就他夹杂了很多中亚人啊 那比如说目前曝光的就有塔吉克人啊 是 那那个很就是阿富汗当地人啊 或者 从这个车臣那边过来的啊 嗯 可是问题在于就是说 目前的车臣战争已经完全 基本上已经结束了嘛 就是基本上是已经由这个跟俄罗斯可以合作的 小卡迪罗夫 那个卡迪罗夫吧 卡迪罗夫 他们父子已经接了吧 嗯嗯嗯 所以你说这个矛盾这个时间点到底是要干嘛啊 嗯 就有点 就觉得难以理解啦 为什么会这个时间来发动这个事件 那这个当然有两种的说法啦 第一种就是你普京当胜选 自得意满 自信爆棚啊 错错你的威了啊 这是一种说法啊 可是错你的威 那这个让人家感觉当然就是背后有一些力量啊 因为北约目前也在聚集力量要跟俄罗斯对抗 那当然也会包括乌克兰在内嘛啊 那另外一个就更恐怖了 就说是俄罗斯会不会自己干干啊 没错 因为他要找到借口要打乌克兰或打欧洲啊 哦如果这样就更麻烦了啊 那坦白讲我我不知道真相是哪一个啦 因为坦白说上次 就是克里米亚大桥被炸 你记不记得第一时间 乌克兰说 美国第一时间就跳出来说俄罗斯干的啊 对 北西被炸 美国也跳出来说俄罗斯干的啊 对 对不对 那后来克里米亚大桥大概已经确定 是乌克兰的军情单位干的 嗯 这个已经确定 那乌克兰也没有否认啊 北西到现在还真相不明嘛 可是大家还是倾向 跟美国是有关的啊 嗯 那所以这个事情我估计也不会那么快有真相啦 可能要一两个月以后吧啊 可是重点在于俄罗斯在这个时间点是如何理解的啦 俄罗斯目前的普遍的理解 当然普京他讲话讲的比较 比较模糊啦 他就说我了解的是那个犯案的人往乌克兰方向跑 这是普京的说法 那至于这个俄罗斯的安全大会FSB啦 或者是这个发言人扎阿罗巴 根本就直接指向乌克兰啊 那这个就相当麻烦啊 我觉得这个就是 有点在塑造内部的民意啊 那俄罗斯人肯定是要报仇的嘛 因为那个蒙德威杰夫啊 蒙德威杰夫是 但是他本来就是黄二派 很强硬 更激进 蒙德威杰夫已经讲了一句话了 他说 他讲了我用英文翻译叫 Dats for death 那用中文讲就是 血在血潸 对就是这意思啊 所以我认为接下来 俄罗斯的报复的 手段一定会更强硬啊 比如说我们就看到 他去炸乌克兰的电厂啊 那一下就让哈尔科夫那一带 大概 总的来讲乌克兰大概有100万人缺电 目前处于黑暗状态 听说哈尔科夫 也整个陷入黑暗状态啊 那目前有几个方向我认为 普京本来就有计划要做了 就是 他在胜选的演讲就表明啊 他要在俄乌边境 还有四个新加入的邦的边境 要打出一个军事缓冲地带 那他也要守护黑海舰队 因为我们知道黑海舰队 受损了40%啊 今天又被打掉两个 对对对对昨天乌克兰又打啊 那他刚换了海军司令嘛 嗯 所以我认为他可能会再去攻打蛇岛 那这次打蛇岛 恐怕就不是像上次这样啊 他可能连 奥德萨的 附近 也会打出一个军事缓冲地带 以便 保护他的黑海舰队啦 啊 就是我的意思说 接下来奥罗斯大概要针对黑海舰队 四个邦 还有俄乌边境 要打出军事缓冲区啊 所以 而且 因为乌克兰土地蛮大的 嗯 我估计这个缓冲区 恐怕不会只有10到20公里啊 恐怕是50公里 哦 左右的范围 所以 接下来的战争真是没完没了啦 嗯 包括梅德维杰夫吧 我记得他有提到说 现在已经不叫军事 特别军事行动了 已经是战争状态了 大家去想一想 哦那个是 克里姆尼公的发言人 那这个很麻烦 因为俄罗斯目前已经不再说特别军事行动 因为特别军事行动 如果要讲目的那已经达成了 因为亚述已经被打跑了嘛 顿巴斯收复了嘛 那乌克兰 短期内也不可能加入北约嘛 所以你目标已经达成了 可是他现在重新界定 他说 因为北约已经 已经介入了 所以这已经是一个更全面的战争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 他各种无人机飞弹开始打基辅了 那甚至于啊这个很麻烦这个就 我们说这是凶兆啊 因为普京在胜利演讲的大概是那几天吧 他接受采访啊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奥德萨就是一个俄罗斯人的城市 那个英文叫Russian City啊 Russian City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俄罗斯人的城市 一个是俄罗斯的城市 那就很麻烦了啊 因为因为奥德萨确实是讲俄语的啊 那俄罗斯人是多数啊 他是一个国际城市 可是他是讲俄语的 因为乌克兰境内的所有的国际城市 都是讲俄语的 所以俄罗斯人都是比较多的 比如说北方那个哈尔克夫 那是乌克兰第二大臣 奥德萨是乌克兰第三大臣啊 所以大概除了基辅之外 基辅大概是讲乌克兰语啦 可是奥德萨跟哈尔克夫都是讲俄语的 那蒙德韦杰夫更离奇啊 讲得更直接还特别找这个RT啊 Russian Today来做专访 然后放到了社交媒体啊 他说 奥德萨跟基辅本来就是俄罗斯的城市 连基辅都讲进去了 这个实在是太可怕了啊 所以我觉得至少我们以普京为准啊 普京说奥德萨是俄罗斯人的城市 而且目前已经有不少奥德萨出身的人啊 因为他们搬到赫尔松嘛 那他们因为这次有参与投票 然后他们就出来讲话 大概有四十几个人啊 说他是奥德萨人 奥德萨本来就是俄罗斯的 这个论述开始浮上台面 所以我认为 接下来俄罗斯可能就是 就是往南往西边打 要巩固他的黑海舰队 然后往北打打哈尔克夫 要巩固俄乌的边境啊 然后再把这个四个邦的这个军事缓冲地带 再加以巩固大概是这样 所以 而且目标是以德列伯河以东啊 德列伯河以东 事实上 俄罗斯本来有很多地方都没有打 他事实上目前占领的四个邦啊 大概就是从东往南发展拉出一条带状嘛 是 如果是德列伯河以东 那就是把乌克兰切成两块了 那德列伯河以东还不足以 包括奥德萨 所以你去想一想他未来的野心有多大 所以 我看这个事件 会启动了俄乌战争的2.0版 嗯 已经不仅仅是顿巴斯地区了 直接是蒂涅伯河把乌克兰一分为二 要扩大他的军事缓冲区 那我就想请教一下亮哥了 如果真的是像您之前所猜测的一个 是俄罗斯自导自演 为了让他的军事行动 不叫军事行动 为了让他的战争 更有说服力的话 那您如何去看美国从十几天前吧 就公开的在媒体上放消息说 俄罗斯会有一个严重的恐怖袭击 但是他只是在媒体放消息 也没有跟俄罗斯讲这个事情 您觉得如何去观察 美国从俄乌战争一开始 他就一定是站在俄罗斯会进攻乌克兰的一点 然后包括到现在他也精准的预测了情报 只是没有精准的预测是几月几号 俄罗斯会打乌克兰 在普京的胜血演讲早就讲明了啦 他本来就表示他要建立军事缓冲区啊 他用的词啊 叫Kodron Kodron的词这个意思应该是指 要建立一个警戒线 就说那个乌克兰你不能越界 越过这条警戒线 我不让你过来啊 那 他就要打出去吧 那 所以我认为美国早就判定俄罗斯会再打 除非 乌克兰来求和啦 那求和就是以 既有的四个邦为界限 那双方签 和谈和平协议等等啊 那目前起来美国不可能让乌克兰做这个事嘛 这个因为上个礼拜也传出一个消息啦 这个还是那个 Hersh啊 就是美国那个爆料专家写的 嗯 他说啊 乌克兰之所以没有办法谈和 就是因为美国 跟乌克兰说 你如果去谈和 我一年要给你的四百五十亿美元就没了 那乌克兰感受到压力啊 这个是Hersh的说法啊 那美国是我跟你讲啊 美国 他说你即将发生大事啊 坦白讲我是每天都在看多种 英文媒体的人啊 我完全没有感受到 英文媒体 在事发之前把这个当做大事在报道 事实上是发生之后 美国才说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一再警告俄罗斯 啊 你去想一想你对照一下 对照一下2022年 2月24号 俄罗斯发动俄乌战争之前啊 美国是 大举的在媒体上一再的说 俄罗斯即将侵略乌克兰 你记不记得 是 那个才是摆明啊 就是一直一直说 说你们不要不相信啊 这是真的啊 这是真的啊 那后来果然料事如神啊 表示美国的情报掌握是正确的 这一次真的有点诡异了 就是事情发生之后 他立刻跳出来说 我早就跟他讲会发生重大事件啊 这好比那个偷袭珍珠港啊 然后 那个 或者911了911发生 那个也有CIA的人跳出来说早就跟 布希讲了说会发生事件啊等等啊 那布希不相信啊 那我听说当年国民党的军统 也发电报给美国说 日本会偷袭珍珠港 那美国人根本就不相信 不相信 那结果就发生了这样啊 这个 不过我跟你讲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啊 我跟你讲发生这种事情啊 就是要注意细节啊 像亮哥就一天到晚在看细节啊 比如说 那个音乐厅啊 嗯 竟然没有保安啊 是的 没有安捷 非常迷奇嘛 嗯 所以你没有看到 音乐厅内的保安的警卫跟 那几个拿枪的人交战的过程啊 你不觉得这有点迷奇吗 就是你怎么会安全意识这么低啊 你现在在战争中耶 我讲白了哦 比如说北京 北京现在重要的火车站啊地铁啦 你那个包包都是要过 安检器的嘛不是吗 不仅北京啊 全中国随便哪里你都要过 对啊那莫斯哥到底在干嘛 这个音乐厅算是公众场所 你怎么没有过呢 而且枪带的进去 这么多支枪 这个安检松懈的离谱程度啊 你知道吧 所以为什么会有人怀疑说 诶会不会普京内部有 这不一定普京知道哦 就是说俄罗斯会不会内部有 更激进的军方 或者是什么人啊不知道啊 这个现在就是各种谣言都有啦 因为太诡异了啦 就是说这个City Hall 这个音乐厅 保安措施怎么会松懈到这种程度啦 因为他们进去做了很多事 第一个是要带枪进去 第二是带烧一弹进去 第三呢 他们把所有的紧急出口全部都封啊 要做这么多动作 都没有被查到 你不觉得很不可思议吗 对不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 就市政来讲我们两边的不利证据都要提出啦 就说对美国不利的市政就是 你怎么第一时间就知道这么多啊 你怎么就知道IS干的 那你怎么就知道跟乌克兰无关啊 那你怎么会突然之间倒出一大堆消息 说我们早就要听说啦 然后呢 这个IS这立刻呼吁 立刻有蒙面人跳出来就是我们干的 这个实在是有点诡异啦 因为IS我讲白了 他这个 诞生的过程是有点复杂的啦 因为 IS这群人是怎么来的你知道吗 他们本来都是在阿富汗监狱里面坐牢的人 那美国后来这个CIA介入嘛 就撤反他们 就是阿富汗里面那些 瞬离派的激进派啦 说你们要不要来当跟美国合作 所以IS的创始跟CIA是有关的 那当然后来就是做大了 坦白讲美国历史上充满这种事情啊 比如说塔利班 塔利班 美国也训练过塔利班对抗苏联嘛 对不对 那美国也跟宾拉丹合作过啊 不是吗 那IS也是啊 所以IS里面肯定是有一些人跟 美国CIA是认识的 所以你要说如果是IS就跟美国一定无关 你美国也要举证啊 所以美国你第一时间事实上你也要说明说 你怎么知道跟乌克兰无关 那是不是你也说明一下 一定跟美国无关 对不对 这人家也会这样猜嘛 可是就俄罗斯不利的部分就是 你的保安怎么会弱到这个程度 松懈到这个程度 让枪支烧一旦可以随便带进去 而且又不是一个人 对 然后还可以让他们有充分的时间 把警局出口都疯了 诶这是干嘛 这个简直离奇啊 然后犯了案之后 还可以迅速 用几辆车逃逸 都没有看到警察诶 然后很奇怪 俄罗斯抓的也很快 然后一阵子然后FSB破案 FFSB的破案也很快啊 大概不到一天就破案了 不是吧 然后就是出庭的四个 全被揍得鼻青脸肿 是啊 其实有一个耳朵还被割掉 我就是跟你讲就是 你不觉得这个整个安检保安 跟犯案的过程 也是有点不可思议啊 然后美国第一时间 立刻表态说跟乌克兰无关 绝对是IS干的 然后IS立刻呼应 这个有点 这个也有点不可思议啊 所以我现在只是 因为我现在只有两天的时间了 知道我今天直播 我也没有打算要讲这个部分 因为实在是太多悬疑了 悬疑了 我本来想说再让子弹飞一飞啊 有更多市政的再来做分析这样 你知道还有一种说法吗 不是抓到那个人 他是说我是为了钱来的 大概有8万块人民币吧 结果呢就是说可能美国是通过 SWIFT系统发现有几笔这种不寻常的资金有进入 所以说才公告大口需要警告 我跟你讲哈 三妹啊 他的开价是100万卢布啊 嗯 那先付50万卢布 那100万卢布大概就是1万美金 嗯 就只有1万美金 所以他先付他50万卢布 就是5000美金 5000美金你就做沙头的事哎 这个百分之百枪币的事哎 嗯 你真的觉得 IS有蠢到这个程度吗 IS不可能是为了钱杀人的啦 不可能啊 嗯 这这这这显然市政又不一致 你知道吧 是 IS给他更大的感觉是他为了政治目的杀人 那或者是为了报仇啊 他不可能为了区区100万卢布杀人啊 这个太离谱了啊 那如果这个俄罗斯拿出来证据说他是拿到钱杀人 那这个就难以理解了啦 因为你这样也扯不到乌克兰啊 也扯不到美国啊 嗯 怎么可能有人为了区区的100万卢布1万美金就杀头啊 这个百分之百枪币的啦 啊 这个 不可思议啦 因为911那些人 根本就是事实如归啊 啊 然后搭上那个航班就准备 就是一同要撞死 嗯 啊怎么可能是为了钱啊 对不对 所以 目前各种讯息 复杂啊 然后彼此都对不上 啊 就是这样 对 亮哥 花了半个小时时间 理出了非常非常多的疑点 欢迎大家啊 各位这个 呃 如果是大家有自己的一个见解的话呢 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共同来分享 一起来探讨一下 呃 但就我所看呢 估计我觉得最后也会像北 谁炸了北溪2号那样 不了了之了 可能最后也找不出谁是凶手 那我们看他一些确定的一些数字 和关键来跟大家来聊一聊 中国现在的半导体发展 或者是经济的发展 究竟该走向何处 呃 亮哥我想跟您说一个哦 最近我看了一下中国不是 呃 美国对于中国的半导体加紧制裁了 尤其是光科技方面呢 中国是一直想要攻破的 但是阿斯迈尔确实是在今年的1月1号起 正式的拒绝向中国发出很多产品的许可证了 就在这个当下两会开完了 荷兰首相吕特会在这一周到北京和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就经济关系举行会谈 而且这些与会人员有透露说 习近平主席呢会当面和吕特谈光刻机的问题 包括最近全球最大的半导体的展会已经在上海闭幕了 大家就发现了中国新以及摆脱美国的控制成为了整场会议的一个焦点 包括我去看了一下有去过的朋友他们就在网上留言说车都停不进去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 只能停在隔壁的喜马拉雅 而且里面参展的朋友也说了 参加过六七年了这一次人数是最多的 感觉国产芯片就是和上下游相关产业的春天要来了 我们把这两件事情结合起来请亮哥帮我们分析一下 吕特要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接见 而且由习近平主席亲自的要跟他谈光刻机的问题 呃我们该如何去理解和观察 呃我觉得 吕特如果要去就是要往好的方向进展啊 不然中国干嘛让他来啊 对 因为吕特是个右翼啊极右翼 那他本来一上来就是 打算要亲美的啦因为他是反移民啊 那他就把这个 连DUV的维修 都要停止啊 可是这个明显是违反合约的啦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你如果说新的不卖还说了过去 你怎么可以我已经买的 你不提供维修呢 这是违反合约的啊 而且中国大陆已经买的DUV 大概估计有140台左右 那你这个当然就造成了中国大陆 维修DUV零组件上的困扰吧 那这个中国当然非常生气嘛 因为中国大陆认为你不卖新的那没关系 我在琢磨一两年可能我自己就做出来了 嗯 可是这个时候就有点秦皇不接嘛 那秦皇不接你怎么可以 对既有的已经购买的 然后维修的约你都要停止呢 这个是说不通的啦 所以我认为中国大陆一定是做了某些施压啦 我的意思就是说啊 因为你不要小看荷兰啊 荷兰事实上跟中国的贸易仅次于德国你知道吗 在欧洲啊 就是荷兰事实上是欧洲的一个非常大的贸易贸易港口 这样的一个国家啊 所以中国大陆是选择很多的出口都经由荷兰的港口 然后再运到其他的欧洲国家啊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惹毛了中国 那搞不好中原我就选择其他的港口来停泊啊 啊是 中国是有筹码的啦 啊 而且简单讲对阿斯曼亚来讲 这也是一个重大的收入的减少啊 阿斯曼亚不愿意这样做啊 嗯 所以我认为大概是基于这些考虑 因为呂特他并不是受制于美国 而是他就是一个极右派啊 嗯 然后坦白说啦他是反欧盟啊 也反美也反中啊 反移民啊 那只是他这个问题可能他没有想清楚啦 那如今他大概评估了一下 就觉得基于荷兰的国家利益 他应该要怎么做选择嘛 所以我认为啊 很可能会对既有合约的部分就不挑战 就是提供维修你还是要给人家啦 那新的就照顾美国的要求嘛就不卖啊 那就有点折衷的做法啦 那另外就是中国大陆这个半导体中国这一个商展啊 引来了全世界的厂商都来啊 嗯 那个荷兰人不可能没有看到啊 荷兰人是超级精明的生意人啊 那这个就意味着 中国的半导体的需求量还有成长性啊 还是远远超过美国啦 就是那 中国大陆事实上也表态了嘛 就是说他大概要增加这个国产的比重 可是一开始可能是从政府部门开始啦 那是不是国营企业都要跟进 现在还不知道 可是真的是被美国给弄到不耐烦了啦 所以能够做到就不要用美国的东西啦 大概就这意思啦 所以 我觉得未来这个中国大陆半导体整个产业 甚至包括外延的啊 就有一些 产品比如说是电动车啦 也要使用晶片嘛 据我了解一辆电动车就要使用到将近一千个晶片 嗯 各种晶片 那可能就会外延到 这种使用晶片的产品也都会开始用国产的产品啊 是 那这个坦白说 对很多国家来讲都是重大损失啊 嗯 刚刚亮哥讲到的这个 我去看了一下有4500个参展商 尤其是国产品牌的摊位都摆满了人 因为现在有消息传出来 这个是FT金融时报传出来的 中国大陆呢会花多少钱啊 花6600亿元 大概是910亿美元 来替换所有的 比如说你是政府系统当中 伺服器淘汰来自英特尔和这个AMD的呃 微处理器的芯片 还有包括减少采购微软Windows作业系统和外国制的资料库软体 所以中国你觉得有没有做准备呢 肯定是有在做两手准备的 我们现在要防范你拿国家安全来压我更要开放市场 于是乎来看到亮哥最欣赏的华春莹啊 中国外交部助理发言人华春莹在推特上又发了一张照片 对比了这个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访华师的盛况 还有就是TikTok首席执行官周寿姿出席美国国会听证的不同画面 发出一个灵魂拷问究竟哪一个才是自由开放的市场 而且这一次呢为什么苹果那么着急一定又要来中国这一趟 因为苹果最大的劲敌华为P74月份就会上市了 而且定位是高端的摄像内嵌自研盘古模型 预计呢会以AI摄影为核心亮点 包括大家去就是看了一下摄影的一些零部件都有非常大的提升 包括了镜头啊包括马达CIS的都有很大的提升 而且有一些数码博主呢已经有一些供应链的消息了说P70加单了50%工不应求啊 包括它的传感器等等所有的产线都开满24小时不间断 预计它的销售呢是上看1500万只会超越MAT60Pro 好来亮哥你帮我们拥有MAT60Pro的亮哥 P70又要出来了如何看待把苹果真的是压得很紧啊 我觉得苹果今年的i16啊 如果PK不了华为的P70还有MAT70啊 就挂了就准备挂了 我跟你讲为什么啊因为苹果跟特斯拉有点像 就是它作为领跑者啊 那长期就依赖它的领跑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地位 那就赚方便钱赚暴利啊定价特别高 又没有这样的实质啊比如说苹果手机 苹果手机的利润率高达52%你知道吗 哇 完全不合理 特斯拉特斯拉的利润本来高达40% 只有比亚迪的车子利润率大概只有15% 价格战 所以你是完全不合理 因为它就靠着它的领跑 就是说它科技确实一开始是它发明的啊 那可是越来越不进步啊不经历日益求精啊 然后你去看嘛比如说你刚刚讲到 华为P70加入了大盘母模型 那就是它已经变成一个人工智能手机了嘛 你苹果到现在还没有人工智能的手机耶 连三星都已经出来了 那接下来华为肯定不管是MAT70或者P70都一样 都是智能手机 那你就更不要讲电动车了 中国大陆的电动车的五彩缤纷啊 产品之复杂啊功能之多啊 特斯拉千年一样一款 就是这样啊 苹果也是啊 苹果了不起就是CPU 又再变成更小的奈米 那了不起就速度加快啊 你并没有什么我们叫杀手级的新的应用嘛 并没有嘛 所以我跟你讲它今年的i16 如果没有办法脱困 苹果目前的市占率在中国已经跌破20了 我认为如果i16没有脱困 那它的市占率会跌到15左右 那华为肯定就是步步崛起啦 大概是这样啊 因为你这个实在是科技创新跟提供的这种创新的服务 太不认真了啊 这个只要住在中国大陆的人稍微用过大陆的手机 都立刻可以明显的对比出来吧 选择太多了 比如说苹果现在也没有折叠机啊 嗯 折叠机中国大陆跟韩国都有耶 嗯 那你苹果是干嘛 就是你知道人家的选择性太少啦 所以我认为一定会有人基于不同的功能 然后还有性价比越来越接近 那苹果又卖的特别贵 人家就转向了啦 大概就这样啦 所以我相当不乐观啊 顾客来也是白来了啦 你来做这种公关的统战没用的 你要在产品上赢过人才有用啊 嗯 顾客还来 我请郑凯吃饭吧 郑凯您知道吧 就那个演员 我知道啊 他请不到胡歌啊 因为胡博帮华为代言啊 对 这退而求其四请了郑凯 是啊 那就表示他准备到老二啦 因为他请不到胡歌啊 哦 哦 寓意在这里 难怪要挂了 还是亮哥火眼金睛好 来亮哥再帮我们分析一下啊 他这次来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要参加中国版的达沃斯 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了啊 这个库克也在中国高喊说 我会继续投资中国市场 而且高喊就说 哎中国的心智生产力 他也认为好 中国官方其实对于外资外商也有很重大的动作 刚刚提到的中国达沃斯 呃 今年哦 因为之前是华尔街日报爆料吗 说今年不一贯例哦 不是由李强总理 不是由总理来接见这些外企的高层 反而呢是预计是由习近平出席论坛和美国的商界领袖会晤 来代替以前的总理的会晤 但是有还有提到 因为在今天还没有正式订嘛 说相关名单还在安排当中 我想请亮哥哦 这一次算是破例了 中美破例了 中国亲自由最高人这个习近平主席 亲自听跨企业CEO的意见释放了什么信号 而且这次来的人很多哎 去年中美关系比较紧张嘛 只有23个美国商界领袖出席 今年美国是最大的豪华代表团哦 有34名都是来自美国的 去年您还记不记得 当时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办的一个习近平主席的晚宴吗 一桌就要价的是4万美元 好亮哥有听到吗 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从今年的热情和去年的热情相比 亮哥我们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反映出美国市场 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了 有听到声音吗 有听到一直有听到 我刚怎么觉得网路断线啊 我跟你讲啊 这个这次事实上是美国企业对习近平的回访啊 因为上次习近平去旧金山 我们就看到了 他不是有跟那个美国企业界的一个很盛大的仓会吗 对对对 那还买了很贵的门票吗 对不对 那我觉得这个 如果他们有心到北京来参加这个发展论坛 那大概就是比较笃定要重视中国市场 不然不会特意来北京这一趟 那这里面当然就意味着中国的基本的政策的路线 就是 事实上习近平早就讲过了嘛 就是中美如果联邦政府走不通 老是卡卡卡卡 那拜登讲话都不算数 事不意无意到现在什么都没看到 那我们就走民间啊 我们走地方啊 对不对 这个习近平讲过的话嘛 就是 我不走中央我走地方我走民间嘛 事实上美国有很多城市啊还有州 在最近都有对中国做访问 那只是美国媒体不去报导而已啦 事实上城市是市长是蛮多的 对 那现在就是让企业家扶上台面啦 就是 那这个 反正你拜登卡卡到处共和党民主党那边斗来斗去 那年底又要大选 那边斗政府混乱乱无章法 那我就跟企业跟这个地方来做交流嘛 那我觉得美国企业这个也叫做盛情捧场啦 就上次去习近平去旧金山 那那个坦白讲是美国主场 那现在就变成北京主场 那如果两次聚会都有参加的美国企业 那大概就是他重视中国市场 那我觉得中国大陆目前的态度也蛮明显的 就是他还是希望招商引资啦 能够更开放面对外界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大陆 有越来越多的单方的开放喔 比如说我们前一阵子看到欧洲 那个叫单方面签证啊 事实上还不止这个 我还看到了中国大陆单方开放农产品市场 尤其对部分的欧洲国家 还有对你们隔壁那个澳大利亚 对不对啊 可能要开放红酒了嘛 对不对啊 因为澳大利亚啊 对比亚迪对抖音 并没有像美国这样的意见嘛 那他可能还进一步会开放 因为中欧投资协定 眼看在欧盟在欧洲要过的机会不高 那干脆就把中欧投资协定 中国要答应欧盟先走的那些项目啊 就直接对外宣布要单方开放 我认为中国大陆未来 不只包括进口博览会啦 还有供应链博览会这一些 欢迎这个外国的东西进来卖 不只啊 他可能还会开放一些服务业 比如说这个金融业啊 他就允许外资在银行跟保险可以全资嘛 对不对啊 那中欧投资协定本来有一个项目叫医院 他也要开放让外资进来经营医院喔 是 我觉得这些中国大陆很可能都会放手啊 因为 中国大陆大概也发现到自己的服务业啊 有部分真的是需要一些外力的竞争啊 不然就太安逸了 我们也知道前一阵子 中纪委刚好才对中国的医院系统去做整顿嘛 不是吗 所以坦白讲如果服务业是竞争激烈 哪有腐败的问题啊 对不对 中国有一些服务业是竞争的极其激烈啊 比如说电商啊 激烈到已经不行了 可是医院这种体系呢就是缺乏竞争嘛 那金融呢缺乏竞争嘛 我认为 这个郑永连教授讲的话快要成真了啦 是 中国即将走向单向开放 的招商引之2.0啊 那习近平这一个 发展论坛就是一个 象征性的体现 就是这样 嗯是释放了一个最重磅的一个信号了 就是说你来的话 我以最高领导人来接见你 释放出中国最大的一个诚意 还有善意 刚刚亮哥也讲了呀 中国必须要释放自己的诚意和善意啊 因为干嘛呢 因为美国自己的国会体系都快不行了 哎亮哥现在已经这个淡出了哈 我们把图带给大家来看一看 这个是拜登我们都知道 之前是签署了1.2万亿的支出法案 是在呃我看在昨天吧有通过的 但是是没有包含一个对乌和对以色列的一个援助的 大家都知道他们的国会有多失能了 不仅这个再来跟大家说一下的就是 最近大家还记不记得推动了TikTok 剥离法案的时候呢 这个对中委员会的这个加拉格尔 他是推手之一 他也是众议院美国众议院对中委员会的主席 之前不是说他不想要寻求他的第五个任期了吗 昨天有惊爆出来 他也会在4月的时候提前离职 为什么会提前离职呢 我就去仔细的看了看 其实包括美国众议院剥离这个法 TikTok法案之后呢 就有50多名议员纷纷的要去辞职 不想寻求连任了 呃包括华盛顿邮报有直言说 当下的美国众议院 已经沦为了一座立法鬼城 不少议员呢都提到对国会功能失调的不满 但也还也提到了 就是说相比于众议员呢 他说参议员对于工作的满意度要高得多 包括过去10年呢 是仅仅只有9名参议员提前离职 其中4个呢是因为健康原因 有3个呢是寻求担任更高的职务 比如说现在大家看到的副总理Horris就是其中之一哦 我想请教一下亮哥 众议员呢 今年的年底如果不出意外 就会迎来大批的资深议员流失 对于美国的政坛冲击有多大 有人就说了众议员跟参议员 唯独凝结起他们的是什么 就是反华啊 但是现在连反华都无法凝聚成他们了 美国所暴露出来的政治失能会外化到什么地方 比如我们讲到的战争 比如说扩大对华更多的一个制裁 我们可以如何去观察 这个主要是讲众议院啊 因为美国众议院435席 零零种种一大堆刺激团体啊 那因为意识形态极端化 所以使得因为现在两边的差距很小 盖拉格辞职之后共和党指令先一席耶 所以就是稍微一点点有人杯葛 那就什么法案都通不过嘛 那这跟参议院不一样 参议院只有100席啊 而且参议院能够选上的人 都是当地的大咖啊 所以他们连任率也高 所以他们互相就比较有默契啦 那众议院不是啊 众议院美国的这个流动率非常高啊 很多人只当一届就挂了 那结果呢一大堆新的议员进来 就到处乱闯啊 就自己有一些激进主张嘛 然后人家如果不同意 那就到处杯葛别人啊 所以对有一些众议院的老鸟来讲 他就觉得我的人生干嘛浪费在这里啊 比如说我们讲这个盖拉格啊 盖拉格他是陆战队的情报官出身的啊 他本身对军工产业本来就非常熟悉啊 那结果呢 现在科罗拉欧洲有一个做大数据监控的 这个一个公司非常有名啊叫巴兰迪尔啊 巴兰迪尔这家公司我跟你讲啊 这个三妹啊事情千金难买早知道啊 巴兰迪尔这只股公司的股票在去年五月的时候只有七块多啊 现在是24块 暴涨 暴涨三倍多啊 那巴兰迪尔显然就是 趁这个机会要挖角 请盖拉格去帮他做业务吧 因为盖拉格军方的关系非常好 而且陆战队是美国的大买家啊 美国军方陆战队是有很多的购买权的啊 那盖拉格跟共和党关系又好啊 所以 这个就是一个增补人才的时间啊 所以你说哎他本来不是说11月不选了吗 怎么4月就辞职了 我跟你讲啊 美国现在的经济并没有想像中好 好的缺开缺的时候 就要赶快去争取啊 不然这个缺可能就被别人捕走了 所以盖拉格一定是被重金挖角啦 那这个缺呢 帕兰迪尔也很强势啊 你要不要来 你不来我们要找别人哦 他就立刻报告 就是这样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啊 就是他的大老板词啊 他大老板叫麦卡锡啊 你记不记得 是 麦卡锡议长就是他的大哥啊 连大哥都不玩了 我小弟玩什么啊 所以你就知道如果连麦卡锡这样的人 议长都会被罢免 你就知道现在众议院有多乱 就是 连共和党自己内部都摆不平啊 那就不要讲民主党 所以现在在 美国的众议院就感到成就感很低落嘛 就是 好像都是各吹各的好 乱一乱作秀 然后真的要 确确确实实的来做一点事情啊 通过法案啊 或者争取 比较有意义的预算啊 变得非常困难啊 所以就有一些老 老人们就不完了啦 比如说 而且我跟你讲我 啊 就是民主党现在有很多众议院 反而有了优势啊 只有议席啊 跟共和党的老手都不完啊 只赢议席 对 因为我跟你讲 目前拜登是这样啊 拜登 回光返照啊 目前有一些民调他是领先的啊 可是呢 摇摆州他还是落后 你从这里就看出美国政局真的是满乱的 就说 奇怪你怎么摇摆州都输呢 对 所以大家还是认为特朗普会当选 可是他全国民调 最近竟然有八个民调领先 你知道吗 像那个 美国那个星期周刊newsweek 好高兴啊 帮他特别写了一篇文章 说拜登在八个最近的民调逆转胜啊 我就想是说外星人给他加持了 那目前看要知道 美国的大选 而且还是一如亮哥在年初所预测的 川普会当选 但是有一个但输 民主党会掌握众议院 那也不算全输啦 那就是有点乱啊 因为很少会这样 通常都是总统的旋风 会守信国会嘛 对对对 那很多人就被这个旋风卷上去了 可是 但是我们却看到了一大堆 众议院的资深的议员说他不要选 这个真的太罕见了 我跟你讲 今年民进党也有这个现象 那个民进党有好几个资深的立委 都没有选你知道吗 就不想玩了 那就不玩了 他大概觉得人生有限 老是在这边当你这个民进党的总统的橡皮图章 我何必啊 我不如去搞一点自己的事业吧 我觉得可能也有这种思维啦 那美国众议员一定也是如此啦 大概就这样 那就可以 可预期美国的政策一定会大乱特乱了呀 会乱 对 所以我跟你讲 这盖拉格这个抖音啊 搞不好到参议院就不了了之啊 一定 他提前离职这个事情 我就会觉得TikTok好像没有 胜算没有那么高了啊 最后一个我想请教一下亮哥 最后一个新闻 中非最近在仁爱教又爆冲突了 最近网上不是有一个菲律宾举小白旗的那个照片和那个视频给流出来了吗 现在呢 菲律宾有说中国的水炮又造成他们三个军人受伤了 这个中国水炮没办法 又自出了三条军方的大鱼 那请教一下亮哥 现在目前我去看了一下两种表态 第一种表态呢 是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副教授李明江的一个说法 他说呢 中非是不排除升级为小规模的军事冲突 或者引来美国的介入 因为他说中非南海冲突已经成为了继赖清德520就职演说 以及美国11月总统大选的不确定的第三大风险 还有一派的说法呢 是以大陆知名的地缘智库叫做南海战略态势感知 根据2023年美军南海活动的不完全报告的一个发布 我把这个图来带给大家看看 他提到就是说美军在2023年南海活动呢 发现美军有重大的一个变化 虽然说它是没有空窗期的 但是一般台海或南海局势比较紧张的时候呢 美国的航母打击群一般都是快进快出 避免被卷入冲突 但是虽然如果他要进的话呢 也不会非常非常的抵近 根据这样的一个南海态势的感知 所以预判美军到南中国海是为了达到战略上的威择 不是要过来打仗 以上两种看法提供给教授 教授来帮我们做一下分析 比较倾向于哪一种 我觉得讲到军事冲突是有点夸大了 喷水炮叫军事冲突啊 我觉得中国大陆被惹恼了 了不起就是把仁爱交那个破船给拖走 就是展现它的霹雳作为 让你没事可吵 那比如说这次铁线交了登陆了 那登陆也立刻就被抓住了嘛 那立刻就带走了 就不到不到一个小时了 我觉得主要是 因为你知道美国日本跟菲律宾即将要在华盛顿开会嘛 所以菲律宾要有所表现了 不然美国跟日本就不理他了 而且你要知道美国后面有承诺了10亿美元的投资啊 那日本搞不好还会送几条船给他啊 是 所以他也急着有所表现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重要原因啊 就是小马可是这一番操作啊 他的民调是上升的你知道吗 哦 他跟尹席月不一样啊 小马可是的民调超过六成啊 我认为美国搞不好在酝酿要让小马可是来搞修宪啊 那就让他去当第二阵 那这个部分当然就一定会引起菲律宾内部的相当激烈的政治斗争啊 尤其是杜特尔特 他的女儿是副总统 那肯定不让的啦 可是 就是基本上菲律宾打这个反中议题啊 目前是有利于小马可是的民调 那如果我们不知道中国如果出重手 那后果会如何 我觉得中国大陆也在评估啦 我相信我看到的东西 中国大陆应该都有看到啊 就说哎呦让这个家伙一直嚣张下去 那万一修宪成功那不是继续麻烦吗 嗯 那所以是不是要 出一定的力量 这个就好比那个2015年 那个中越在981专警平台发生冲突啊 那冲突之后 中越现在关系反而变好了 是 有时候 你在没有出一定的力量 出个手啊 那他就 一天到晚来骚扰你啊 就这样啊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确实有两种意见 那目前在做评估啦 不过我认为最可能出手的应该是 把仁爱教那个船给拖走 嗯 嗯 美国会不会介入呢 因为新加坡学者是提到了说 美国会介入 这是一个重点观察哦 美国会不会 我是认为不至于会发生军事上的冲突啦 因为太悬殊了啦 啊 你了不起就是撞翻他的小船吧 啊 連水柱都会 都会打破玻璃造成四个人受伤 这种国家怎么打呢 对不对 啊 所以也不能 千万要避免死亡事件啊 啊 搞不好美国就乐见你 造成死亡事件啊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也是在拿捏这个力度啦 大概是这样啊 所以 可是这个就没办法 因为菲律宾就是 美国在背后一直叫说嘛 因为他做这些行为 都是注定没有结果 那你到底要干嘛呢 你不觉得就是一种政治上的碰瓷吗 哦 碰瓷 对 对啊 碰瓷 然后你撞倒我 最好我受伤 最好有死人 那就可以把事情闹大啊 给我感觉就是这样 是 好 我谢谢大家的donate 我要放亮哥走了 亮哥还要下一场 谢谢于的支持 谢谢雨的支持 谢谢彭的支持 谢谢我们Adan的支持 说终于赶上直播了啊今天 还有朋友问我们为啥我们的支付宝 叫高冷的五花肉 是我们会计的支付宝啊 就叫高冷的五花肉 然后谢谢百浪王的支持 请大家按赞订阅分享 然后突破限流 今天我们我们最近子评还不错 亮哥你发现没有 你在我们主评被限流 但是子评跑得非常好 哦 哦这样啊 你你去了一趟北京 哎 我们的我们的 不管到纽西兰啊 嗯 好吓人哦 哎呦 亮哥 祝您北京之行 玩得开心 收获满满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 不要太干了啊 下一场直播好 拜拜 拜拜 好谢谢拜拜 感谢大家的收看啊 今天特别的节目带给大家 因为呃亮哥我们做节目三年了吧 亮哥从来没有就是都是因为我们有事情换主持人 亮哥从来没有有事情过第一次三倍受量化亮哥请假就是因为要这个去中国大陆啊首都北京去进行访问 不叫访问吧 对于科技公司进行访问 到时候亮哥会发很多的这些图片过来或者是他有一些收获等等 也请大家关注我们的BN1的频道 也请大家关注我们三妹受量化的子评 我们都会跟大家呃第一时间分享亮哥的北京行 也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我们呃三妹明天就不跟大家再见了 因为明天周二我们今天提前播嘛 呃我们就周三三元小课堂再见 依然会使用三妹还有我们的蔡振元博士为大家带来一个小时的节目 我们就周三再见咯今天辛苦大家了 下一场下一场小焦老师 呃还有我们的呃愿教授对吧 今天是对带来呃焦点哲学院也请大家继续去支持他们 我们就周三再见咯拜拜 谢谢大家的支持哦 我看都是子评的朋友们今天来来的很多 诶我们的导播你帮我看一下我们的zoom的问题 老是出这种 老是出这种我一时听到时听不到的问题 很困扰啊 子评的朋友们今天终于有时间跟大家好好的来聊聊天了 今天子评和主评出现了死亡交叉 啊 山达克说下一步逮捕破船上的军人 他们说那个破船上可能有美军的军人就是美军海军陆战队的在那边了 亮哥什么去去什么怎么怎么怎么给那个人给删了呀 谁把 谁把那个人怎么给删了呀 人家人家说什么话啊 哦撤回啊哦哦哦好 亮哥去去北京了亮哥明天早上飞北京 下一场去哪里看直播下一场去亮哥那亮点交锋看直播观点看直播 然后亮哥看完了之后回到B&E看小焦还有院举证教授的直播 好不好三个小时不间断 嗯 安这里说不会美国大病受不了那个苦 让我想起了那个谁 赖教授说的话 为什么是谁谁在给我发语音怎么是赖教授在发语音 呃 这个朋友问我们子评怎么进都是YouTube上面吗 亲爱的你已经在我们子评上面了 那你应该还是没有关注我们的主评 主评的话呢搜索B&E TV 因为我们发现 为什么我们看当初开子评的意义终于在这几周找到了 这几周我们就像我们今天同一时期的开 很多朋友跟我们讲他们收不到主评的推送 当然可以收到子评的推送 而且今天我就专门去试了一下 我子评就用了俄乌的标题作为第一个 我主评就不敢用之后把它放最后一条 如果我主评用俄乌的标题我一定会被被盯上 所以以后大家多多来子评给我们加油好不好 对你已经加入我们的得指子评了 Laren Leonardo说 B&E TV大铃铛没响 这不能怪我们 真的亲爱的真的不能怪你们 因为我们都发现了 我不是老是跟大家讲说开启铃铛吗 就是所有的推送都要大家都要就是知道 从上上周吧 就非常多朋友跟我们讲说老子评推送 主评不推送 我还不信 今天我就试了一下果汁 我也没收到 Just说现流啊妙啊 主评 我们不能说那两个字 好我们不说了 不说了 不说那两个 XL的这两个字好像也会被 被针对 对 哦好不说了啊 行啦不要再继续谈我了烦死了 嗯 好了我们不说了 我们不说这个了 我看看主评的朋友们 在干嘛 不要老谈我了 我们的主管 你老谈我干嘛呀你 Hello Silly你好 你好 Tiger说亮亮真忙 这里结束后 立马要亮点交锋 对 别老谈 我上节目的时候我们的 你不要老谈我行吗 说我手机都震动 手都给我震麻了 库龙 Hello Hello 你好 WGO你来了 WGO对 我明天刚好有时间把我的那个Vlog稍微剪一剪 芸汐说我每天都元气满满 其实没有 其实我周一上班 大家知道吧 周一上班我 而且又是下午上班 我贼困 因为都好久没有周一做过直播了 又赶在小焦之前 然后题目还不能跟小焦撞了 然后还那个zoom还时常听得到时常听不到 我觉得我精神都是属于高度紧绷的状态 郁明说库龙不要骗自己 怎么啊郁明 来咱们展开说说他为什么不要骗自己啊 对我答应你的我一定会做到的 只是比较比较慢一点 Chic 好了Chic我我就不点你名了啊 什么叫谈你就老老给我发信息给我震动 这种就是跟我跟我讲 对没事欢迎大家欢迎大家都来看我们节目啊 没关系就是就是就是好的坏的我们都欢迎 然后大家共同的思想碰撞交流 你也可以发表就是自己的观点吗 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都可以的啊 这个思想碰撞一下 他我就老我发私信我老震动我的手机 为啥我的会员不能自动续费每次都要手动续费啊 你是不是卡的问题 你有可能是卡的问题 或者是你你没有开啊 App的自动续费 中谢谢你给你比个星 亮哥明天来大陆市亮哥周二飞飞大陆 谢谢我们的Cathy Wang说真的是直播啊第一次看到三妹送上祝福 谢谢你辛苦了辛苦了 New York City的朋友谢谢你给我们送上的祝福 有你真好 三妹今天什么头发真好看 好看吗 不是每天都去等我们今天比较蓬松 因为有洗头 好了不要说洗头的问题了 芸汐要说 又要说不要老跟大家说洗不洗头的问题 Hello from New York 对我知道我知道 谁发私信我怎么就没有三妹的没有 是是我们的那个就是就是我们的主管随时随地都在监看我们的 我们老我有发言不当的时候呢 他就会就是私信提醒我 所以说一般我看到我下节目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 我的那个私信不断的在震动的时候 我就想说糟了我又说了我又说了我又嘴跑得比脑子快了 二妹三妹都是好妹啊都是好妹妹都是好妹妹 WH你可以给我们发发邮件 好了好了好了我今天不跟大家聊了 因为我要把时间一会儿留给留给小焦了 大家一会儿记得去支持小焦哦 还有我们的可爱的院教授 我们就周三再见好不好拜拜 拜拜